在带您看到贯川花莲市吉安乡的重要干道中央路 是台九县的外环道 但是路口内侧车道设为左转专用道 但却因为车辆左转造成大塞车 而花莲省政府提出了增设左转的避车道计划 获得了内政部营建署补助5000万元 而县府建设处指出了 总共是会有21处的路口将增设左转专用道 为设施 那么改善这个道路环境提升交通安全 中央路为花莲吉安市区中央的外环道路 30米宽 双向四个车道 车流量大 但路口的内侧车道设为左转专用道 安全道没有内缩 造成执行车辆仅一个车道在外侧车道 交通巅峰时刻经常大排长龙造成庸舍 花莲省政府规划设置新式的偏心式 左转弯专用闭车道 让左转车不会打到后面的执行车 而执行车又能够维持两个车道的疏解车流 我们是南北向跟东西向道路的这个21处的路口 去做左转弯专用道的设置 那当然配合号制的左转专用的10向导入 就是可以让这个车辆在左转的时候 有一个专用的车道 我们知道过去只有两个车道 虽然左转路它是四线道 但是内侧的这个车道 它又要同时提供执行跟左转 那当然外侧车道是执行 那所以说 内侧车道常常会发生执行挡到左转 左转挡到执行 那会有一些交通上的冲突状况产生 那所以这个左转弯的专用道 专门提供给左转的这个驾驶使用者 是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未来大家要左转 道路口要左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走这个左转弯专用道 在执行的部分 另外的两个车道我们就留给执行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改善 当然这个整个改善的 除了左转弯专用道的设置以外 那我想因为我们在处理的都是路口 都是路口 所以路口呢也同步要去考虑到 这个人形环境的友善性 那过去的这个路口的对于人形的考量 就是给它两个行穿线 那整个周边整体动线 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去处理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计划里面呢 我们同步也来解决几个比较大的路口 像是我们中央路跟中山路 中央路跟和平路 中央路跟建国路 中央路跟庄境路 这样子的几个路口 比较重大的路口 去做一些人形环境同步的 的这个友善化的调整 那另外呢我们把一些 很多的这样的相关的 这个排面跟这个路灯来做一个共感去解决这个 这个在路口处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排面 去影响到这个驾驶 驾驶走到路口 大大比要看哪一个排面 这个其实其实我们把它做一个排面的共感整理 也是我们在这次推动一个主要的重点 简单出表是中央路作为连接抬久线 作为分流 受运交通量属于高流量 速化改通车之后 因车流量之一增加 在因为左转车辆占用内车道之后 行程执行车辆只剩下单行道 严重影响车流 幸福提出花莲市中央路一到四段 新设左转车道工程 改善道路环境 提升交通安全 记得继续华书老